隋阳帝并不比李氏民差,为何被误解上千年? 杨广是一位即千古骂名于一身,遭一代代人唾弃的帝王只要一聊起来他四,户大家都会骂他一番这个一臭千年,皇帝现在竟有人说他拥有雄才大略,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 我为什么对于隋阳帝的评价如此褒贬不一既然是一,魏明君为什么在人们口中隋阳帝如此的时恶不是杨广出生于西安市山西化阴人? 史书上记载的杨广小时候长得眉清莫秀,而且非常聪慧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风味进芒年少的他在父亲隋文帝面前表现得非常节俭谦虚待人谦和, 以至于最后用计废除太子的时候隋文帝都没有发现他的阴谋隋文帝去使杨广顺利登基,成为了隋朝新一代的主宰登上宝座,等他不念首都亲情, 将对自己有威胁的人都处死,将斩草除针,这句话发挥的淋漓尽日不顾杨广在, 做上皇帝之后也做了很多对国家有利的事,他兴办学校建立了近世科国家,拥有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完整系统位后, 来科举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三次征讨高巡历带着军队到过青海等的他, 是第一位能到达西北那么远地区的皇帝。 大运河的开刀挥动了经济随朝经济的发展,也为后代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对自己的发期萧皇后很是宠爱,而且是一位极有才, 华的诗人从他对萧皇后的态度来看,所以说他穷奢极欲又是从何说起呢? 杨广在征讨各地的时候不顾百姓的死活,他不顾一切地实现着自己的英雄梦。